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重获自由之构 今天第一次参与希望联盟党主席历史会 土团党总部一早就迎来一众西蒙领袖 经过漫长会议 敦马哈迪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他将会兼任教育部长 后任副首相旺阿兹沙 则兼任妇女事务及福利部长 我将成为主席教育 这项宣布引起华人 原因是西蒙曾经在竞选宣言中阐明 首相不得兼任其他部长职位 特别是财政部长 至于其他的部长人选继续难产 敦马对此表示 其他部长人选将另行宣布 另外安华正式加入西蒙党主席理事会 形成西蒙六巨头将参与西蒙最高决策 不过整场记者会却不见安华踪影 需要生存交的 对于结尽 必须表示 主席的政策 可以再次生完整策 突然交易 请不吝点赞 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Market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